現在說在這兩年當中呢 萬一大的這個 行前錄影通知 每次都還是有他 所以對我來說這次的入圍 其實 應該還是三個人入圍 所以我到我們入圍了 YA I 我是第五十七屆電視金鐘獎 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的入圍主持人KIV 這次呢 一樣我們必須用平常心來面對 入圍到時候的頒獎典禮 然後自己個人也蠻期待的 雖然說入圍了蠻多次 得獎了蠻多次 但是我們依然期待著 就是可以再次的拿下一座金鐘 目的沒有其他的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 三個人拿下金鐘 因為其實 這一次的直播呢 就是入圍頒獎的直播 本來是不太敢看的 因為我其實重點都是放在 下禮拜的15號 下週呢是 小鬼離開我們的兩週年 然後呢 在這個兩週年的當中呢 現在說在這兩年的當中呢 萬大的這個 行前錄影通知 每次都還是有它 所以 對我來說這次的入圍 其實 應該還是三個人入圍 所以我們大家 喜歡萬大的粉絲 萬粉 然後 不管誰的粉絲 我覺得今年呢 還是要依然的 繼續的支持萬大 然後一次 一起祈禱 萬大 能夠 擁躲盡忠 呃 真的超開心的 然後 很感動 然後 呃 我 老實講 其實 去年沒有得 其實 嗯 難過了一陣子 但 不知不覺一年過去了 然後 今年 再度的燃起希望 好不好 我們沒有變 我們一樣 是三個人萬大 所以呢 今年 一定要給它得下去 好不好啊 加油 5秒 讓我這樣做 馬明 走 好 哈哈 給氣球 吃光 眼看啊 眼看啊 慢慢慢慢的 嘔調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昊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國英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國書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E傑 請 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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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